我女儿睡了 睡了 刚给她喂完奶 睡着了 听妈说 你晚上又没吃饭 我吃了几包恰恰小混蛋 吃坚果营养哪够啊 谁说不够了 这个坚果很有营养的 别瞎操心 我跟你说 这个时候你可别减肥啊 我女儿现在是最需要营养 最需要奶的时候 你这没奶怎么办 你有点常识行不行 哪个大妈的奶 是从脂肪里挤出来的 再说了 这体重和产奶量 都不挨着好吗 营养足够你女儿了 还有啊 我现在可是减肥的黄金器 我可得抓住了 别减肥 你跟妈想好了 给女儿取什么名 给女儿取什么名 想好了咱们不说过了吗 笑笑 那不行 那小名叫笑笑行 那大名哪个叫笑笑啊 这什么不行啊 那你说 起个什么名字 妈说 笑笑的命中缺水 你得取一个带水字的名字 宗水水 宗苗苗 宗 停停停 这都不行啊 你这我坏水平 得想一个 你觉得这个行不行 我不同意 邹尾飞 养 你av 我 这点不管 我不同意 我就是如果不是 因为蛋黃 就不에서 我都不同意 你 解决ingly 算决策 space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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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傻呀 你 你说邹凯是不是疯了 他怎么不够啊 他刚居然跟我说 他要给我女儿 取名叫封雨飞 这又是鱼又是飞的 他什么意思呀 可是您一会儿在家吃飞醋 什么叫吃飞醋呀 我女儿 可是我辛辛苦苦十月怀胎生下来的 凭什么起名字 还要带那个狐狸精的名字呀 对于你们家邹凯这种 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行为 我表示强烈的不满和批评 行了吧 别生气了 我不生气 我难道就有个女儿叫这个名字啊 也不是 但是你认识你家邹凯 也不是一天啊 他什么脾气 你跟他这么硬扛着 有意思吗 你吵得过的吗 哎 这样子 哥哥给你出一主意好不好 快说 哎 我记得你前一阵 不是给闺女起了一个名吗 叫笑笑是吗 是啊 是说我叫笑笑 但是对我开始说 笑笑只能当小名 说当大名太土了 他说小名就小名啊 我告诉你 只要你觉得能当大名 那就成了 你这几天抓紧时间 先把孩子户口先上 资这户口本上写上 邹孝孝三个字 他邹凯再想改 那就没那么容易 有道理啊 那是有道理吗 那是相当有道理 咱们能偷户口本结婚 现在就能偷户口本 给孩子上诉 我告诉你啊 就您这智商 本身就是用伤 再加上这个 一运傻三年 用完了 行了 别损我了 结果了啊 快了 喂 喂 急平均 第六点就是 活动的最终效果 大家都明白了 明白了 那好 现在 还有什么要汇报 我这里有个新的项目 您看一下 这是计划书 小丽 传一下 这个时间 有点紧啊 世纪中国这个品牌呢 和我合作五年了 我对他们非常的了解 所以我非常有信心 在这个周期内完成 大家有什么意见 我倒没什么意见 就是爱姐我们现在 公司所有的人员 都在忙其他项目的事 可能你这个项目 调不出那么多人 手帮你 没关系 你们忙你们的 我一个人可以 那这我没问题 那我们等你好消息 好啊 静候佳音吧 好 好 我来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进 我来看西西 她睡了 刚睡 那我改天来 那个 既然你都来了 那喝冰水再走吧 你晚饭就吃这个 对啊 习惯了 挺好吃的 我知道一个人带着孩子不容易 没必要这样苦自己吧 苦吗 我觉得还好啊 我跟西西啊 这些年 真的可以用相依为命来形容 她的生活里呢 只有我 我的生活里只有她 而且现在孩子的病情也挺稳定的 我又是 两点一线 我觉得挺好的 永远一成不变 我跟西西 已经经不起任何的折腾了 无论是她 还是我 而且这样 好像对其他人 也不太公平 你说呢 我觉得你应该 爱惜好自己的身体 毕竟西西还要靠你照顾 你照顾好自己 才能照顾西西 我会的 走了 改天再来看西西 好 慢走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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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说 那 我 永远 我 我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